好用的一点就说能够让你们服务器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最近很多的什么各种干漏洞 昨天又爆出一起漏洞 是阿拉奇的什么叫做什么漏洞 那很多人又被攻克了 你如果实际上用一个普通用户的话 启动它 那基本是不会会有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直接是用陆续用户启动的 所以说 不坑你坑谁啊 阿帕奇 对看到没有 这已经在头条了 链铲还活着呢 残喘着 所有网站都说他率先公布 这203年的207年的 这以前以前也说过 这个因为这个框架是很多交开发一直用的 就很多交开了培训的交开吧 他只会用这个框架 因为这个框架能够加快的边这个开发速度 所以很多人都这么用 但是大家对这个安全性都考虑不太多 所以说很多这个漏洞被 看到没有通过在上下文件时通过修改IGP请求投的一个值能触发漏洞 进而干嘛 执行系统命令 他为什么能够执行 他有录制权限 但能够执行 你如果给他一个普通用权限 随意怎么扩解 没事 最多你就是给我的网站干掉了 但我信我没有问题 前几天你们应该在哪儿是发了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如何防止网站 注目 对吧 你们群里收到了没有 你们都没收到 这边有的人收到有的人没收到 那我给你发一个 我记得这个你我们公众号你们有没有关注啊 对啊 微信呢 对啊 今天15点21分发的 这是我们的公司公众号 然后老师老师老师自己本身有个个人 公众号也发了 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看一下 对 这好几种方法 所以说这个你们记住啊 一定要对这个一些外边应用程序都要你普通用性行 不要用路车 你用普通用户一行 影响的只是你的成呃 外部站点 但是你如果用路车用户的话 跟你们说 成你的系统被别人攻破了 中木马了 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重装系统是最好的 因为你本身你说通过各种手段把他木马清除了 但你哪知道他有没有潜伏的木马呢 在某一天定时的又复活了呢 你不知道 所以说百分百最好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全部隔了盘 全部出来 你其他方法没有什么好办法 别人说什么找什么 通过什么LSOF命令找到这个经常的原程序 然后把删掉 全扯淡 很多东西 你删掉了只是一个表面形表面文件 隐藏到里面的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隐藏了 你有你有功夫去找到这文件还是重装的快能 整个架构要是被感染了 整个架构都被感染了 那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话说了 对最近很多就是说各种各样工具拿收钱收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是找不到流源就是找不到收件的那种比较隐蔽 只是禁止在国内流通 只是流通而已 但是还在有 只是它现在属于非法货币 不承认了 在中国不承认了 在互联网是什么的 好 这是一个安全优化 然后接下来讲的性能优化 性能优化呢 主要重点是这个JVM调优 有新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刚才发的博文 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五个人看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二点八十三 那那博文不是我的呀 你点赞我也不知道 二零一六八十十号挺新的 对我刚发学里的挺全的 图画的挺好的 如果你们不见啊 你们不看的话 工作怎么用啊 就是改配置元件 就做一个改 该翻倍翻倍 该减少减少 一般都是翻倍 像我这个是标准是一季的 像你们翻分成两个季的话就翻倍吗 三三季的话你就翻三倍吗 做成法都会吧 好 你们试验一下吧 刚才没让你们试验 那你们把这个改一下 把你们自己改一下 看你们能不能实现成功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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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